传如来 如舍言故 金教师如来 如舍之言 是就是真实 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 四十九年讲经教训 句句都是真实话了 说不但辞菩萨尔 参加这个法会 一万两千 菩萨们 他们如实 凡夫说 也同诸佛变才 这是从理上说 不是从四上说 正德 一礼的人 他知道 没有正德 熟读大成心的人 也知道 他听佛说的 听菩萨们说的 听得太多了 耳熟了 也能承认 但是 他不是自己 真的 那么他能够肯定 能接受 这叫解物 自己真正 正德了 那叫正物 这个境界差别 很大了 觉悟 如果不修行 不能成就 只能 在这个世界 现在人所讲的 某人是佛学家了 他可以称得上 是个佛学家 对于经教 光学多文 烦恼稀奇 没断 见识和一品都没破 虽然是个佛学家 与辽生死 出三界 毫不相关 这个要知道 就是 他 他那个佛学里头 没有界定会 这个佛学是世界法 不是出世界法 有真正的界定会 没有佛法 那像不认识字 没念过书 一天经也没听 也没听过 那个人 那人真正有佛法 不一样 所以真功夫 是离不开界定会的 有界定会 有真的 没有界定会 是假的 所以我劝同学 大家的说 不能收获 界定会 念佛往生 没有 没有界定会 也往生不了 不过西方 极乐世界很特殊 有少分界定会 就能往生 这个不像其他法文 这八万四千法文 那个界定会 要有一定的成分 真正及格 才能成就 少分不及格 不能成就 所以说 再次订阅